随着农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有一些习惯却始终没有改变 比如在农村一直盛行的自炸油 人们的一日三餐只要做菜都是少不了用油的 虽然超市货架上的食用油品种五花八门 但是很多农民却总觉得超市买油不靠谱 所以一直保留着自己炸油的习惯 毕竟农民种植的大豆花生和芝麻等农作物都能拿来炸油 这样炸出来的油既便宜 农民吃着也放心 说到炸油 在农村这是一门很火的行道 几乎每个人口比较多的村子里都有炸油坊 每年芝麻花生和大豆成熟的时候 不少农民都会上门炸油 生意好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排队 值得一提的是 农村炸油坊的老板是不收农民加工费的 他们只留一样东西赚钱 就是炸油后剩下来的油饼 所谓油饼其实就是花生芝麻等炸油之后剩下来的残渣 这种在我们眼里没什么价值的东西 就是炸油坊老板赚钱的门路 那么这些油饼都用来干啥呢 虽然油饼在不懂行的人眼里不值钱 但是炸油坊的老板们经常转手就能卖出去 村里一位老板的说法是来收油饼的大多是 饲料加工厂和养殖厂的员工 因为油饼能做牲畜的饲料 所以一般是不愁卖的 不同种类的油饼价格也有所不同 芝麻油饼的价格是八毛到一块钱一斤 华生油饼还能卖个更高的价钱 大概是一块二左右 另外一些养花种地的人也喜欢回收油饼做肥料 听农民说如果用油饼给西瓜地摧肥 西瓜的口感都会特别甜 炸油坊的老板算了一笔账 一般情况下两斤芝麻能出一斤油 一斤花生油则需要三斤左右的花生来炸 这样算下来在生意好的日子里 一个上午就能攒三四百斤的油饼 一整天算下来卖油饼就能挣八百块左右 就算出去查货费和电费 这门民面上不收农民钱的生意 也还是能挣不少钱 农民不花钱就能炸油 老板还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这都是一门两全其美的生意 马上就要到秋收了 芝麻花生等农作物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一个月里 农村自炸油这门航道又要火了 你的家乡有这样的炸油坊吗 关于农村的自炸油 你还有哪些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